再来看有关index跟像indrate 我觉得这两个函数比较重要 后面也会用到 那一样请各位开启那个 这个上个礼拜的这个范例 范例部分 然后接着我们继续 来看一下 我把它放在我的范例里面 检视与参照 里面的话 然后lookup这个工作表 那利用这个lookup工作表 那利用这个lookup这个工作表 来做一些 其他的应用上个礼拜我们有用到这个lookup的工作表 工作表本身呢 你也可以用一个函数叫 参照函数里面 一样你也可以用那个 检视与参照里面的lookup函数 这边有一个叫lookup 那这个lookup 其实跟view函数最大的差异是 他找的话 是两个范围 可是view函数是 是在 一个工作表 一个 table 一个 资料表里面 找第一栏 那原理原则不太一样 所以呢如果将来呢 你要找什么呢 找 资料不一定是在 第一栏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lookup 不过呢lookup有个缺点 就是怎么样呢 按确定之后 第一个他lookup 他value要什么 找的是 编号 那lookup vector 意思就是说这个编号在某个范围 是排第几个 所以呢我就选取编号的这个范围 告诉他 他会在这个范围里面 可以帮我往下找找到之后的话呢 他会找到是第五个啦 根据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五个 所影值是index第五个 OK好 那 rellow vector意思说 那你要在另外一个范围的 同样第五个 你要捞资料的话 那请问一下那个范围在哪里 那比如说我要捞什么 捞姓名的话 你就 把姓名这个范围 他会自动帮你把 姓名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五个 帮你把返还回来 OK按确定就可以了 不过呢这个 这个 这个 的函数 我觉得他比较不好使用的地方 就是说 因为我们 V多函数为什么先讲 因为他好处是什么 你可以 再 加上一个 弱函数 有没有 弱函数 产生2345 的这个数字 值得是哪一栏 第2栏 第3栏第4栏第5栏 那可是问题 如果你今天呢 要 产生总销量 名次业务水准的话 这个会有个问题 你要怎么样 你要向下 向下填满 就会产生问题 比如说我要向下填满的话 那势必就是说呢 这个公式里面 要把 B3 有没有 到B10 改成什么 就总销量 C嘛 C3到 所以 这个地方有个问题 我们复试好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的是 那个 LOOKUP函数的话 这个可能就有问题了 你变成你要自己重选 C3到C10 可能要贴公式 再来改 那这样的话当然不方便了 为什么因为蓝数一多的话 V2函数还是比它快 对不对 OK所以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函数的好处是 它可以跨不同蓝查询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 它没有办法向V2函数向下填满 那我也想过了 有没有办法可以把 B改成C C改成D 刚才是可以用CH函数来做 可是问题它不是一个 它里面那个不是一个字串 所以不是一个字串 我就不能动态去修改 所以这个地方LOOKUP的缺点就是在这里 变成说你可能 这个地方麻烦的地方就是你可能要用贴的 贴之后的话呢 再来改 这个 比如说刚刚我们的姓名 就要改成总销量 名次 跟那个业务水准 那当然相对的啦 如果你蓝数 少的话还可以再慢慢改 可是你蓝数一多的话 那你这样做其实不方便 OK所以 比较起来 V蓝数配合 肉函数 还是比这边方便许多 尤其蓝位数比较多的时候 这边比较一下 但是它的优点是说它可以 不一定查 第一蓝的资料 OK第1个 那另外的话 请各位 一样在把这个lookup 这个工作表在 拖拉 再按ctrl键 请你把这个工作表 改成叫index 好了 我们如果说 我希望呢 再换一个函数 使用的方式的话呢 我不要用什么 不要用那个lookup 我要用什么 我用index 帮我完成的话 那请各位一样把底下的这个范围的资料删除 删除之后的话呢 假如说我希望 请你换一个函数 一样的逻辑 有没有办法帮我查出来 但是我要查的是用那个index函数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了解 查询函数 那这些函数基本上它都有各自 优点跟它的缺点 可能它有些做得到有些做不到 所以你要了解说 每个都是查询函数 但是有不同的特点 你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 去使用不同的这个检释函数 当然 不要说只会一招 V-0函数 因为之前很多同学 真的V-0函数都非常熟 除了V-0函数以外的函数都不熟 OK那就麻烦了 因为不是 只有那个 有些资料你 如果用那个V-0函数 还是查不出来的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呢 如果今天要把它改成index 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能 需要了解一件事 这个index的函数 它需要 给它什么样的引数 然后呢帮你找到什么样的资料 所以第1个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请你把那个 lookup 这个 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吧 然后把它改成index 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式查询 那把刚刚那个lookup的范围资料删除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 用index来看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一样到检释与参照 请各位找到那个index 那另外一个index 其实这两个都还蛮重要 其实用到的几率还蛮高的 OK 那我们index 试一下 index 之后的话呢 那 他会要三个 你要预设那个 他有两组引数 你用预设的这一个 比较常用 第1个他要我们给什么array array意思就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阵列 那这个所谓的阵列 基本上指的就是你的 资料在某个范围 这应该 有点像那个 v-ran数里面的tablearray 指的是哪一个 哪一个什么 哪一个 资料表 所以我这个地方array 给他一个资料表范围 指的就是什么呢 从编号下方的这个范围 到业务水准下方 那选的方法其实跟上 上一个礼拜那个v-ran数 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他的tablearray 只是说这边他叫array 我觉得他有时候名称没有取一字 所以其实也是 我觉得跟tablearray差不多 所以你也可以稍微记一下他的array值的就是这个范围 1 那这个范围里面 一定会有 比如说你要抓某个资料的话 那接下来第2个问题说 那请问你的 你要在这个资料这个范围之内 你要找的是第几列 这边叫第几列 第几栏 OK 所以基本上你给他列第几栏 他就帮你把资料给带过来 那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要 找的是 特别注意 基本上栏 应该是固定的 112我要找姓名 所以这里的话呢 color number 基本上一定是固定的 是第2栏 这个好像跟那个v-ran数还蛮像的 color number指的是第几栏 好 那再来的话呢 主要是 roll number roll number 指的是你要的是第几栏 那因为我今天 我的列号刚好是 12345 不用005好了 那我要找005 这一列 里面旁边的第2栏 刘宏君帮我带过来的话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的roll number 是在什么呢 直接告诉他说 我是在这个 查询编号部分 不过特别注意 他这个roll number 他需要这个 他是一个 Lumber 就是一个数字 可是上面的 资料呢 如果是一个 文字的话 Excel他很聪明 他会自动帮你转型 也就是005 会自动帮你转成什么 自动转成5 你会发现5 那刚好就是什么 第5列 这个范围里面的 第5列 那就 值得就刚好这里 所以 刚好是第5列 的 第2栏 他就自动找到 刘宏君 那会自动帮你把刘宏君的资料怎么样 带到 这个姓名的位置 就带过来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他带过来的 就会是什么呢 就会是我们 这个刘宏君的这个范围 刚我漏了一个 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2 我把它输入2 然后呢 roll number的话 是H3 按确定 那你会看到呢 刘宏君就带过来了 当然呢 我也希望怎么样 向下填满 自动全部资料都带过来 所以我需要什么 这个地方 一样 如果你要向下填满的话 那基本上 跟那个 Vran说有点类似 第1个 范围先锁起来 F4 向下 应该锁列就可以了 所以记得在3跟10列 前面锁 再来的话呢 向下填满的话 一样把H3的3锁起来 那 这个 color number 基本上我们要找的 姓名在第2栏 再来是 总销量 名次 刚好是 2345 所以呢 跟那个 上个礼拜那个 Vran说还蛮像的 我如果要2345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 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roll 小瓜糊 那roll目前呢 刚好我现在的 列刚好在第4列 那第4列的话呢 我要抓的是2 通过roll 帮我抓到那个 那个数字 然后呢 记得怎么样 减掉 减掉2就可以了 那减2之后的话 我现在在第4列 减掉2刚好2 下来的话 刚好就是5 5减掉2 刚好就第3 所以呢 透过roll这个函数呢 抓到 我要的哪一栏 所以 2345 OK 因为应该可以看懂 为什么要 roll为什么要减2 基本上主要是抓到 我要抓的是第几栏 OK 跟那个roll这个无关 主要是抓哪一栏 很多东西看到 列roll这个函数 一直想到列 跟列无关 主要是要抓哪一栏的意思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呢 基本上呢 我把它置中好了 它又会抓到什么 抓到那个 哪一个 总销量 还有名次跟 那个业务水准 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呢 先试一下 就是 刚刚主要讲了两个函数 lookup 跟index 然后这两个 先试一下